今個星期的交涉現場 今個星期Joy因為要開工的關係 找了剃工 我找了Colin幫忙 星期一當然先講了流市 上個星期流市真的有好笑 沒有好笑 下個星期是嗎 我猜聖誕檔的相機應該是今個月內公佈 都有很多傳聞 例如Sony會有全面相機 就不肯定 但肯定的就有兩部RX 還有Olympus又不知是否出 Canon和Nikon暫時不知是否有動作 說了又說了 FulfillMirrorless FulfillMirrorless 我原本想到最後講 因為都是傳聞 Nikon肯定出FulfillMirrorless 剛剛有傳聞出了 其實Canon也是 我猜 其實我自己一直都估計 他在等著Nikon出招 他就一起出招 看著你們打 不是 我覺得 因為他在單反的世界 他都還是 他基本上玩了 有五成的市場是他 超過 Nikon認真 Nikon真的輸給他 已經輸了很多 變成 在他的角度來說 暫時這一刻 沒有必要自己出一部機打自己 直到世界真的 迫著他做的時候才做 但我覺得他的機器已經準備好了 有 應該做好了 但市場如何放上市場 是的 所以都是騰騰的 這是傳聞 這些 講到這麼多 先講現實 剛剛上星期的Nikon 第一件事就是 恭喜Nikon 完美相機 終於地球出現完美相機 他的D850 就在DXOMARK的網站 我們經常都用來講的網站 評分 拍照質素 去到100分 好完美 但是 留意一件事就是 我們之前 我都忘記了多久之前 好像有鏡頭 我記得 我忘記了鏡頭 是甚麼產品 是超過100分 那時候 Joy也解釋過 其實從來 DXOMARK都沒有講過100分 是每分 原來這樣 那是誤會了 我看到很多網站都說 是完美相機 不是的 當年 當年 如果有第一部機率 90分 都是當年來講 是完美的 這是最高分 現在暫時 135格式的DSLR 最高分是DXOMARK DXOMARK 我看回 因為 之前 最高分的那部 就是Sony AXR2 AXR2 Joy最喜歡 因為AXR2 你們兩個正在用 我也正在用 真是漂亮 大WRNCH 就夠闊 然後 紋上一流 對 紋上一流 但是 今次 大WRNCH 終於輸給D850了 是嗎 差多少級 在DSLR中 我先看看 差很少 差0.5級 一個是13.5 一個是14.5 差很少 但是 唯一 就是 AXR2 還贏回D850 一點 就是高ISO的表現 噢 Noise 的處理 對 高ISO的時候 其他都是 輸一點 其實 兩種機 來的 機動性 和 開大相 的功能 但是我覺得 這樣說 你選擇D850的人 就不會選擇AXR2 選擇AXR2 都不會選擇 兩種市場 對 其實 雖然都是相機 但是 會喜歡用無反 貪輕便的朋友 就不會選擇AXR2 但是如果 喜歡單反的操控感 和 很直接快 那種速度 就不會選擇AXR2 所以其實 兩部機 本身都沒有大衝突 總之都是恭喜Nicol 恭喜你 真是吐氣洋味 很厲害 其實這部機 不過我 我自己 暫時 都覺得他 都是 戴過了一些 用慣又無反 像我這些人 但是都是那句 很差啊 又輕又差 比例幾好 單反的朋友 都是選擇 要質素的 850 對 有速度 OK 下一個News 就是Adobe 關於Ad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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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技術 剛剛推出了 Photoshop 和Premier Elements 2018 即是新版的 Elements 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些 入門版的 輕便版的Photoshop 和Premier 分別是 很久之前已經有了 但是 當然 一般要求比較高的朋友 未必會用的 但是 他們盛在 市場較闊 市場較闊 總會有朋友 喜歡用的 還有 他們是買斷的 不像以Photoshop 和Lightroom 越租 用月工的形式 當然 你買斷 就不會有Creative Cloud 這些Service 給你用 那 不斷說一下 Photoshop Elements 2018 和Premier Elements 2018 新功能 又多了些 我自己 就想 highlight 兩個 各自 highlight Photoshop 有一個 就是他自動幫你 做這個抹大眼的工 抹大眼 很厲害 我以為那張照片 是簡張 沒有開眼的 其實就是類似這樣的 譬如你拍了一堆照片 可能其中一張 主角 或者旁邊的朋友 就合了眼 但那張照片 除了合眼之後 就很漂亮 可以怎樣搞呢 他現在有一個功能 就是加了兩個 我不知道怎樣按 因為我未玩過 總之有這個功能 就是他會自動幫你 在其他照片 挑選同一個朋友的眼睛 吸回去 咦 很厲害 很厲害 明明合了眼睛 你怎知道 可能我戴了有顏色的 隱形眼睛 不同顏色 我這些平時做都幾個小時 要選照片 又要套回去 你適用的 適用Photoshop的人 應該都不是很久 但是現在變了一個制 還有沒有Photoshop訓練 或者不懂的都可以按出來 其實他本身就是 是給你一些不太熟悉 Photoshop的人用的 所以這個功能挺有趣的 這個功能 或者是趕時間 香港人 可以的 它是自動的 不用煩 然後第二個呢 另外 Premiere 我想描述 Premiere Elements 就是2008 有一個功能 挺有趣的 就是他懂得 因為他 說真的 他給我入門朋友 入門朋友 拍片 我都是亂按的 對 什麼都拍 什麼都拍 不知道為什麼 一按就按兩分鐘 對 正常的一些片 很漂亮的片 可能一個鏡頭是幾秒的 我們普通人來說 不懂得切的 不懂得怎樣選擇 對 他懂得幫你選擇 即是你錄了那段片裏 他覺得最好的片段 出來 這樣就切出來 好像電影吹蠟 那樣剪出來 應該是直接剪完整條片 只不過他幫你扔走 他覺得沒有意義的東西 當然 效果是怎樣 你講得很厲害 但我覺得 真的很信心 我相信Adobe 這方面的智能 會寫得很好的 他背後很多團隊 都是懂得 剪片拍片的人 去幫他做這個智能 所以 人工智能 不過這個 我自己 看完新功能 我自己很想試 對 很想試 我試一下 回到Adobe 看看會不會 借到 拿到給我們玩 或者 有專人幫我們介紹 怎樣玩 好啊 真的 介紹一下我們大家 然後就可以 可以令到我們大家 省很多時間 重點是香港人 其實是的 如果你不想煩 其實這兩套 軟件 都是 我看他一個很主要功能 尤其是 Foloshop Elements 你把所有功能都放進去 他就自己做一條很漂亮的 Size Show 真的 很厲害 你什麼都不用做 是的 挺有趣的 還要看下去 還要看下去 泡泡的 剛剛 Colin 就 做到 Foloshop Elements 2018 有一個就是 自動退地功能 好 其實 自動退地 以前很多 原件都有 但是 一向 效果 都不太 我都很想看 以為現在 Adobe 自動化去到多高 看看他有多厲害 是的 這個 就這麼多 下一段 News 下一個 Google手機 剛剛公佈了Pixel 2 和Pixel 2 XL 兩部機最主要分別是Size XL大一點 一部6吋 Pixel 2 5吋 我們交涉現場 我都 免得說錯話 因為手機的部分 我不太熟悉 但是我都想說一點 拍片拍照的功能 他就 1200萬像素 的Sensor 就是主鏡頭 1.8光圈 最厲害的是 這個鏡頭 其實就是 用Duel Pixel 就是說 對焦一定厲害 另外 他都支援到4K 30P 30P 就 說厲害不厲害 叫做有 有4K 但是對焦光榮得多高分 是的 這部機很厲害 在剛剛 就是 又是DXOMAR 又給了分 平了分 這部機 就是DXOMAR 都是講 拍照和拍片的分數 那麼 平均有98分 就是將兩樣東西加起來 如果純計拍照有99分 拍片就96分 這個98分 這個分數 比起 iPhone 8 Plus 都更高 就是新出的 是的 但是我看回裡面的分析 就是 可能就是因為他用了Duel Pixel AF 其實他最主要都是 最主要得分的地方 都是在對焦那裏 無論拍片還是拍照都是 是 那拍片他們都說 追焦是厲害的 不只是 追得快 追得快 追得好 還有拍片那裏 那個追焦 那個 那個追焦功能 強了很多 其實如果 我覺得Duel Pixel 他的設計 對於追焦來說 都是有幫助的 因為他 他知道主體在哪裏 其實他一直知道 不斷拿五叉 是可以感受到主體的 動作 不斷拿五叉 對 因為他左右隔壁的 那些感受器 其實都大概知道 他快到未 對焦 所以 其實 Duel Pixel 本身這件事 已經是對追焦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 追焦厲害 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還有 DX Showmark 那裏 就說他拍片時的防震 都是很行的 很厲害 我看SIMA 都是 是 是 拍照那裏 除了對焦快 之後 他那個 Darman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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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推一推 就會跌光位 但反而是拍片 Darman Wing 這個很奇怪 為何這麼有趣 真的不知道 我想都是寫 寫裡面的軟件 那些 就是 拍影片 數據多了很多 可能 有些東西要減了 也有機會 甚至乎 分分鐘兩天人寫 對 所以 等個FMare 出現 會不會有FMare 或者 更新會有不同 因為如果你說 DX Showmark 裏面 就很奇怪 就是 剛才你這樣說 就是 拍片的時候 就說它 Darman Wing 這個真的很奇怪 我估計 就不是Hardware 的問題 真是有機會 就像你所說的 有機會透過 升級FMare 是可以改善的 或者可以想 有些新APP 只是拍影片 會不會提升 某些APP 有機會 分分鐘 上個Play Store 都找到 應該會 收不棄 硬件應該沒有關係 應該是軟件問題 這個 這個 拭目以待 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買 有興趣 如果你想 好像我那樣 反評 又想 有一部好一點的 認識手機 就可以 想想這部 是 OK 今個星期 最後一宗新聞 想講一講的新聞 就是 San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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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了 三個系列 的幾個卡 都是SD 和MicroSD 是工業用的 講到明 怎樣工業化 一隻 講到明 叫Industrial 工業 即是咬不爛的 當然 第二個系列 就是Industrial XI 即是6 然後 另外一隻叫 Automotive 就有三個系列 那 他 如果講 他工業用 但原來 他 Vid-V的速度 都不是特別快 即是Extreme Pol 那些會快些 Vid 只有80 Vid 即是80Mbps 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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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50Mbps Vid 不算很快 不過4K 應該有問題 但是 他們 特別在 就是 那些 Extreme 環境 都用 熱 和冷 都用到 那 Industrial 那隻 三隻 比較弱 的一隻 只有這隻 有MicroSD 可以抵抗 華視 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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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攝氏 攝氏 負 25度 攝氏 85度 真的 很厲害 你可以想像 其實可能是 一些監控 或者一些機器 甚至半火牆環境 或者你用一些航拍機 去到雪山的地方 都可以用到 其實這個溫度 其實這兩個的幅度 是超越了很多機器的功能 對 那些機器 壞了 那些機器 還可以用的話 電圈 去到這麼Extreme的環境 可能你又要用一些很厲害的機器 有些這樣的機器 都不是不奇 是實有的 實有的 它根本是出給這些機器用 另外 那兩個系列 其實 我看回分別 不是很大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分兩個系列 那邊都是85度的 即可工作的度數 原來 但是它可以去到-40度 都可以用到 -40度 對 -40度 我想很多電都可以頂 電都沒有了 所以 都是那句 可能你真的上雪山 即是航拍機 因為你本身 可能如果你自己 剛拿出來 或者心 會有些溫度 但是你走 即可能 在這麼冷的環境 幾分鐘 它已經結了 箱 那已經不能動 但是 那張卡都可以用到 是的 那 都 知道就算了 我想一般人不會用的 這些東西 還有 分分鐘街上也不知道買不買到 哦 有算應該買到 不用擔心 試一下它 我想要訂 即不是直接去店鋪 給一張 Industral 對 可能要透過一些 官方 對 消防員 那些一定有 對 像你所說 有錢你一定會找到 不過不是說 解鋪 會無端端入貨 可能你也要特意向代理 你譬如 40度上雪山行山 那些真的可以用到 也是 譬如放在頭頂的 Action Cam 那些真的很有用 他們就是 哈哈哈哈 OK 那 今個禮拜 News這麼多 那 明天回來 那 明天其實大家會見到 Joy 那為什麼呢 因為 Joy 我不是說這兩天不空 其實 她的工作 就會講講她搞什麼 這兩天 那之後 又回來見到 高聯 那 假日先 大家都掛念高聯 那 我就明天見 高聯 好 拜拜